Be water my friend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 第六期的阿邱Podcast 我是阿邱 現在時間是2019年 2月21號的 早晨 7點 11分 剛剛頓day了一下 早上7點11分 這個 等一下 我聽不到我的聲音 有在錄嗎 喂喂喂喂喂喂 喔有了有了 這個 這是我們第一期的 早上的morning show 那 會錄早上的morning show的原因大概是因為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凌晨4點半 就起床了 我是起床尿尿 畢竟我好像也到了要半夜起床尿尿的年紀了 結果尿完尿之後躺回床上我發現 我已經睡不著了 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老人家還這麼早起嗎 他們也不想 這麼早 老人家好像大概4 5點就會起床 他們原本 他們應該原本跟我們一樣 睡到正常的時間 6 7點才會起床 結果有一天早上他起來 他發現 他必須要半夜爬起來尿尿 結果他尿完尿之後他就跟我一樣 發現他睡不著了 所以他只好去公園做運動 他希望他打個太極拳之後 他可以回去繼續睡個覺 結果沒有 他打完太極拳之後他一天就開始了 所以老人才會這麼早起吧 原來我已經到了這個年紀啦 我已經到了要打太極拳的年紀了是不是 媽的咧 所以啊 所以我那個 4點半起來 我在那邊 我躺在床上躺在半個小時 我發現我真的睡不著了 所以就開始起來滑手機 在那邊看什麼 我在看 我在看什麼 我想一下 我想在facebook上面 看一些梗圖吧 還有什麼事情比 在半夜 在清晨5點鐘 起床 看梗圖 更好的方法來開啟你的一天呢 所以我這樣滑梗圖大概滑了大概40幾分鐘 好像真的不行我必須起床去吃個早餐之類的 那我吃早餐的時候我吃完就想說好吧反正那麼早 乾脆 因為我昨天 因為我好像本來就是禮拜四要更新吧 因為我現在固定更新時間 我原本是想要把 我的podcast 放在禮拜 天跟禮拜 禮拜 禮拜四更新吧 因為這樣 差不多是一個那個 隔個兩三天這個周期 禮拜 禮拜天或禮拜 禮拜一啦 所以我想說好吧反正今天都要更新 那我今天半夜 就是我今天晚上 又要去講他媽的笑話 所以我想說好吧那我就今天早上 沒事的話就來更新一下 呃 你可能 想說 阿秋難道你不用工作嗎為什麼你可以 在早上7點多的時候做這麼 做這麼有意義對社會這麼有貢獻的事情呢 喔兄弟我告訴你我他媽的真的還沒有工作耶 超你媽的 我現在是 一個打工仔 兼職的打工仔 媽的有工作的時候才會 有工作的時候我要等我老闆給我工作才有工作 不然的話我只是一個無業有名 太可了 有點可憐啦 好吧那 早上啊早上7點啊 其實老實講早上7點我真的不知道我講實在小 因為一般來講這個時間 我是一個比較屬於夜行性的人啦就是我我發現晚上的時候我的精神跟我的那個 心理狀態都會比較好一點 我知道這樣講起來好像我是在吸毒還是怎樣 好像吸毒犯也是這樣 然後 就是 或者很奇怪的人 或者是藝術家你知道嗎 像我們這種藝術家 晚上的時候腦筋都會特別的活絡一點 但是我想說好吧 因為我知道有些國外的那種廣播電台節目 其實也不是國外台灣 台灣台灣很多也是 就是他們那種節目很多都會在早上的時候錄 呃像什麼 現在現在我記得有小時候 我之前聽那些 台灣的電台他們都有什麼馬路DJ時段啊或者是什麼 早晨陽光列車啊或者是 Morning CoCoCo啊之類的 周遇寇主持的那種節目 所以 好像 其實 這種 廣播電台 正常的routine應該是在早上更新 而且是日更 才是正常的 因為國外好像也是這樣 國外有 我看國外那些 他們都叫Morning Show 就是 Morning Show嘛 Morning Show Morning Show都是 一大早的時候 就是好幾個人在那個 錄音室裡面錄 然後順便播報當天的那個 即時新聞 即時新聞 跟馬路狀況 那即時新聞的話 因為我還沒有看 所以我沒辦法播報給你 最近不知道 我看了很多梗圖 但是我沒有看新聞 哇我怎麼沒想到呢 我應該要報個新聞才對呢 我在看梗圖耶 媽你們有在看梗圖嗎 你知道有個廣字叫NiGa NiGa嗎 Jill 然後G A G 哇塞那是國外的那個梗圖大收集 梗圖啊 什麼GIF檔啊 還有什麼 報效短片啊 超級 超級好看的耶 我原本想說只是滑個五分鐘之類的 結果 我看那些智障圖大概 看了大概 快一個小時 所以 不知道今天到底 最近到底有什麼新聞 我是不是應該現在看一下 好現在看一下 動一下 媽的 那我們來瞧瞧今天有什麼 有趣的 新聞呢 同婚專法出爐 同性伴侶可以結婚進城 但不可以 收養無血緣的子女 可以結婚進城 但不能收養無血緣的子女 你 為什麼啊 好奇怪喔 你都已經要讓他結婚跟繼承 什麼東西 財產還是什麼的 讓他養個 沒有血緣關係的子女有什麼關係呢 還是說他是怕說 如果收養那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子女他會 欸不對啊 同性戀本來就不會有血緣關係的子女啊 所以喔所以他的意思是說同性戀不能有小孩 但是他們可以結婚也可以繼承財產 喔 是喔 蠻奇怪的 蠻奇怪的 還有什麼 韓國瑜的新聞 支持韓國瑜選2020年 他不是才剛當上市長嗎 給他一點時間吧 讓他證明一下自己吧 媽的每個都在叫他選總統喔 他的 他剛選上才三個月耶哥哥 給他一點時間吧 讓他證明一下吧 如果他真的可以他來選 沒關係啊一年後我們看他什麼什麼政績嘛 媽的現在才剛 剛選完耶 阿市長不用做事啊 高雄不是要發大財 我講這句話我沒有要酸他的意思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這個 這個高雄發大財已經變成那個很多喜劇演員拿來用了一個那個 一個punch啊一個笑點 他們只要講高雄發大財 就是好像台下的觀眾就會笑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不是他的政見嗎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好笑 這是個很好的一個想法 貨出去人進來高雄發大財 這個這個順口六其實 寫得很好這個slogan其實寫得很好 那個結構 語法的架構啊 然後 那個給人的那個很catching的那種感覺 就讓人很好記的那種感覺 他其實是個非常好的slogan 我不知道大家到底在生氣什麼 或大家覺得這什麼好笑的地方 選舉不是把他就這樣子嗎 每個人都把高雄發大財當那個笑話 難道高雄發大財對我們不好嗎 雖然我不知道他做不做得到但是我覺得應該 他才剛開始吧應該給他多一點點的那個空間吧 是不是 雖然我不是高雄人啊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幫他講話 好像是不是 有帶入我那個政黨的色彩 可是我沒有 可是我不是投 我這次不是投國民黨 我都好像我上次 我投國民黨我上次投國民黨是什麼時候 幹我忘記了 蠻久 我上次投票是什麼時候啊 啊 天啊政治很黑暗啦各位不要去接觸政治 我之前還有政治 我之前有當過那個立委 不是立委 議員的助理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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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現在已經是立委 那我那時候當他的助理是他是他是 那個什麼 民進黨的 議員吧那那時候我應該缺錢我朋友在那邊工作 我想說好吧那我閒著沒事我去 就是學習一下 幹我真的覺得政治有點有點有點 政治有點 政治真的是老人的遊戲你知道嗎 因為投票的人都是老人 然後 不管那個政客的年紀怎麼他一定要多多少少 都一定要顧及到老人的選票 所以 然後你知道很多那種鄉里的活動都是老人 幾乎都是老人 然後我一個 我他媽又很討厭老人 我這次老人很煩 你知道他們走路很慢 然後打你面前 然後他們就以老賣老的 雖然說我不可否認他們對國家 有非常多 就是早期吧 他對國家有很多貢獻 但是 某方面來講他們也是現在拖累我們年輕一代的一個 一個雷醉啊 呃 不能講雷醉 就是他是我們肩膀上的一個負擔啦 好不好 他是我們肩膀上的一個重擔嘛 對不對 畢竟你們看現在我們那個 老保健保 還有什麼軍公教退服那些東西 會這麼 就是瀕臨破產 某方面來講也是因為 這些老人家 這麼長命百歲的原因嘛 對不對 所以 我怎麼會扯到這邊來 但是 對 所以我是覺得政治 我討厭政治的原因就是因為 好像所有政客都必須跟 那種老人 然後地方的勢力有所接觸 我就覺得 感受不了 看到那些老人就覺得 煩死啦 去打太極拳吧各位 半夜起來尿尿吧各位 少來煩我了吧 我現在好像 這樣講還不太好 我現在完全脫稿演出了 我原本想要講的是我今天早上吃的那個 我早上吃的早餐蠻營養的 我吃燒餅夾蛋然後 香蕉跟黑咖啡 我原本想講這個 這是我的稿子 結果現在在講老人的 老人存在於台灣的社會意義在哪裡 太棒了 喔 還有什麼新聞啊 好啦 新聞有點無聊 我不看新聞的各位 我看梗圖 我不看新聞 好不好 新聞是腐蝕你的 心 心製的東西 我說的是不好的新聞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台灣有多少 有多少好的新聞 哎呀反正真的重要的事情 我們都會接受得到嘛 在Facebook上你的朋友會轉貼嘛 對不對 什麼事情比 比跟我的朋友相關 我朋友在意的事情 更值得注意的呢 我剛剛講到什麼啊 啊對廣播的morning show 廣播morning show 除了會 爆新聞之外 他們還會爆氣象 還有爆今天路況嘛 那 今天的天氣 蠻不錯的 我剛剛騎車過來的路上 蠻不錯的 蠻不錯的 應該 今天好像會蠻熱的 我是不是應該用那個新聞主播的口吻播爆 現在時間 現在時間是 2019年2月21號 今天台北市的室外溫度 高溫大約20 高溫大約24度 低溫大約19度 清晨 清晨時刻可能會稍微 有些寒冷 我沒辦法 我真的沒辦法 反正今天高溫大概23度啦 23、24度啦 低溫大概19度啦 你們現在應該 你們如果真的有聽到的話 你們大概也知道這個氣象是怎麼樣 然後今天好像不會下雨 但是 但是好像 可能有 今天 應該百分之八 八九十幾率不會下雨 但是他上面 我看那個Google的那個 天氣預報 他是說什麼 大概11點的時候 會有零星的雷雨 我想說奇怪現在是夏天嗎 為什麼會有零星的雷雨 而且只有一個小時 讓我覺得 精神有點錯亂 今年的冬天老實講 蠻溫暖的 根本沒什麼下雨 台北的天氣超級好 該不會南部 每一年都是這種天氣 蠻像超爽的 今年是我 我印象中下雨最少的一個冬天 還是我 是因為我現在不住在內湖的關係 我以前住台北市的內湖 乾啦啦啦 每天出門就在下雨 然後每次騎車 過橋 或過睡道 到什麼 士林或者是 松山區之類的地方 媽的雨馬上就停了 然後就我一個人穿著那個雨衣 在馬路上騎車 就覺得乾 很不爽 很不爽你知道 熱很不爽 因為你還要拖 不然的話你就很怪 還是我太在意其他 機車騎士的眼光 對啊 天氣預報大概這樣 我只知道台北的天氣 因為我不知道南部的天氣怎麼樣 因為我不住南部 南部應該冬天都是 每天都是20度以上 然後就是 不會下雨吧 超棒的 超羨慕的 好啦路況 路況我報一下 路況 我今天 騎車的路上 我騎了 我有騎到八德路 那個交通很順暢 好不好 然後南京東路 我沒有騎過去 但我目測看起來 車也蠻少的 但是 就 我在那個等紅燈的時候 我看南京東路路況 是這樣子 那其他的路 我可以辦法報給你 報給你知道 因為我沒有騎到這邊 呵呵 呵 呵 呵呵 呵呵 這就是我今天的路況報導 那個 呃我的那個 紀錄時間是 我那個路況 時間大概是 6點多 快接近7點的時候 那個 台北市 八德路跟南京東路 那其他的路的話 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 如果你有依靠 這個路況報導 拜託你 呃自己參考一下好不好 只有兩條路的路況報導 媽好屌 還要什麼事情好講的啊 哇我錄15分鐘啊 我看 我快點 快點我把我想講 都已經講一講 話說我禮拜二的時候 有去一個新的那個 講笑話場地 講笑話 那個場地是在那個 台大體育館 後面的一個 好像是 好像是表演場地 叫後台 後台 然後 因為那個是博恩 主持的 然後舉辦的 而且那一次 那個OpenMy OpenMy顧名思義 就是練習場 練工廠 就是一般來講 這種地方是不會太多 但是那一天 那一天 禮拜二 這禮拜二 現場 至少來200多位觀眾 你知道嗎 超級扯 媽那個人 真的是多到一個 他們 已經塞滿整個空間 然後還要到外面去排隊 你知道嗎 雖然我知道沒有人 我知道不是來看我們 大家都來看博恩的 因為 畢竟他很紅 但是 我是覺得很屌 是因為那場表演 我看 主要原因是因為那場表演 不用錢 他們只要點 低銷120就可以看 因為一般來講 那種OpenMy好像 呃 之前在別的地方 低銷是200多塊 但是還是很扯 誰罵了200多人 幹 我第一次在 欸 第幾次啊 這是我可能是 我可能是第二次 在這麼多人面前表演 我一開始有點剉 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台大學 我想說幹 我這麼 我這麼庸俗 這麼 這麼北藍的一個人 講了笑話 媽 那些高知識分子 你也懂嗎 我後來發現 我講完以後才發現 罵白爛是沒有分 學歷的 你知道嗎 智商 高低與 白不白爛那個笑點的那個高低是沒有 正相關的 媽的我還是把他們逗得哈哈大笑 我殺翻全場啊各位 雖然說其他的表演者也很強啊 已經還是 排舉一下各位 而且 那天來了一堆 一堆前輩 媽的 我 欸 我想一下 我身體裡面有表演的經驗裡面最少 我只有一年 我一年不到 然後其他大概兩三年那種 罵每個都強到爆炸 但是我還是殺翻全場 畢竟我這人就是屌啦 媽的台大人 真的蠻有幽默感 這是 我以為他們都是 很會念書的書呆子 不好意思 刻板印象 我覺得國力的人都是很厲害 很會念書 然後都是 很拼命 當然也有天才 但是我知道 但你知道 因為我念的那個地方 我是念私立學校所以天才並不多見 那我發現原來台大都是一堆不念書的就可以 就可以 考進來的人 就是天才等級 或是很聰明啦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講啦 但是 我那天真的是大開眼睛 哇幹 原來我的笑點可以殺到 高學歷份子 蠻屌的 所以我想 下禮拜還有一場 下禮拜好像還有一場 那 他下禮拜好像就會開始限制人數進場 然後下次下禮拜只會限100 180個觀眾還120個觀眾 所以 這個蠻不錯的 我是不知道 脫口秀的那個推展有功 就是有進展還是怎樣 幹有蚊子 我不知道脫口秀這個東西 已經普遍越來越被大家介紹 還是大家只是覺得 博恩這個人很屌 還看博恩而已 我覺得後者的機率應該是比較高 但是 靠北我剛剛一直 媽的我剛剛一直 麥克風一直沒有對準 難怪講話 媽沒聲音 幹你拉 但是呢 這是一個 反正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就是 這麼多人來看我們表演 雖然說我沒有拿到錢 我沒有拿到半毛錢 幹 我不知道我到底去送他小 他自費那個 公車來回的那個車票 但是 但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這樣啦 就是 還是蠻好的 有觀眾還是蠻好的 還有什麼要講的 好像沒了耶 我的天啊 好啦這就是我們第六集的 阿秋暮昞 也是我們第一集的 阿秋 來自我室友的意見 他說還是喜歡聽 音樂 這首歌是什麼Early Spring 這名字我真的不會唸 馬西狗 歌手的名字是馬西狗 你可以聽聽看 我覺得蠻好聽的 而且他的旋律很 怎麼講很 很令人感到熟悉你知道嗎 我們來聽聽看 多一百年 歌手 詞曲曲 李宗盛 那我問音樂 他已被推 Dunk 詞曲 李宗盛 自我 作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放下一首歌好了 啊算了就这样啦 谢谢各位 这是阿秋 podcast 拜拜